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2年的3月13日 星期日 下时间 今节有个许散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一个人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静向部》 《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大家如果有听开我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应该都留意到我们久不久都会讲一讲 这个叫做香港民意研究所 好 简称叫做香港民意研 自从这个癲狼 钟建华 就多了出来讲话 或者出来搅搅镇 没帮顺 还有大家都看到的了 无需要说的了 虽然看他的样子 整个癲狼那样 癲得来黄 这个真的很可怕 其实我们数一下 香港民意研一开始都没那么离谱 或者都叫做正路一些 亦都应验了一句就是人一黄 老就什么那些 大家自行填写在留言区那里 在2019年6月打后 这班人所做的民意研究调查 亦都出现了一些比较上叫做偏颇 当然啦 一开始就少少先的 越走就越偏锋 他们其实近这一段日子来说 就出了一个叫做我们香港人计划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 可以说叫做独立地专门为黄友而制造的一类型 或者甚至乎叫一系列的民意调查 那你说有没有那种叫做引导性 或者叫做代表性 如果逢见到写着我们香港人计划的话 那你就差点说一句了 要戴有有色眼镜来看他的调查报告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现在其实这班人都加入了 就是如果你的政治取态是亲泛民的 你又是怎么去选择呢 即使你自己都给了一个叫做标签化 当然了 美其名就叫做泛民 实际来说就是叫做黄 是不是 那最近期他们本来有一个民意调查都挺搞笑的 出现了一些小风波 都挺过瘾的 大家不如一起拿出来谈谈谈好吗 对于这个瘋佬钟建华 我觉得这次应该要瘋到底才是的 不够瘋 不够厉害 当然他的那么瘋那么厉害 不是叫他在这个社会里面来说搞事 应该为自己力争到底 瘋佬都有瘋佬的权利 我们不可以抹杀了他的权利 发生什么事 其实话说就在3月11日的时候 就向媒体发出一个叫重要通知 今日的 意思是11日的时候 的新闻发布会要取消了 那我们先告诉大家 整件事要公平一些 本来原定在3月11日下午举行的 我们香港人计划有关于俄乌战争的调查发布会 在第49次小型政策论坛宣布取消 原因理由如下 说他们香港文言自从在3月9日开始 受到部分的传媒抹黑 你经常都说不会黑 其中包括以图文并谋 展示了一份声称是香港文言草耳有关于乌俄战争的文卷草稿 又说经他们内部查证之后 证实文件听着是完全是涅造的 文件抬头使用香港民意研究所 和一些叫做专业的用词 查实了之后 并非出自于他们香港文言的 偽造文件所在的内容 和这个叫问卷的题目 也都并非是他们所草意的问题 说现在他们正在审议有关的事件 再决定如何去跟进 他说由于事出突然 说他们用了大量的时间精神去处理这件事 当中包括他们的法律团队和其他人士 况且在疫情极其严峻的时候 没有办法及时讨论如何全面处理类似的事件 于是那天的发布会 反了封这班人就要取消 以争取更多的时间 去商讨和处理有关的问题 又说紧此致歉 那他说哪些媒体抹黑他 以及抹黑他的内容是怎样的 我们一起听一听 首先有一个被称之为亲中网媒 选择人选择地 就说疑似香港文言 撑乌克兰的文卷草稿 做了一个标题 现在其实挺惨的 很多东西都用疑似 或者好像西门子打了个问号的时候 帮自己包到头盔 那些东西有这么离谱 说得这么离谱 因此现在这个风高浪急 或者谣言满天飞 造谣成风 或者是当饭吃一样的时候 我想大家一定要真的四个字 心清眼亮 停一停 想一想 究竟见不见 又引述说有网民质疑 其实这些东西一向都是西门子径 都做开这些 你看到标题的内容 其实是网民的意见 意见领袖引用网民的意见 请问这些是什么意见领袖 你叫不知所谓 那网民质疑什么呢 煽动志愿军 就是组织一些志愿军 就是叫香港 有没有违反国安法 是不是想搞港独 有些问题疑问出来 刚才都说到了 这些叫做香港民言 搞了这个叫做什么 我们香港人计划 很明显是围炉自己玩这些 一件事 那究竟这个草稿 和他们最近期的民意调查 有关于俄乌战争 有多少成相似 内容究竟有多似 这个我相当之抱有怀疑 那他那个疑似的叫做假的草稿 就说问那些人 你俄乌之间比较支持哪一方 还有是不是支持联合国去谴责俄罗斯 国际社会经济制裁俄罗斯之外 还有一条问题就说 我问受访者 你有多支持或者反对 以加入乌克兰国际志愿军的方式 支援乌克兰 还有最最终好像是这一题 你有多支持或者反对 香港发起实际行动去支援乌克兰 好老实说在这个时候 大家都顾着什么时候 可以拿到那个电子消费券的五千元 去乌克兰 说就容易 他会去的 实际人呢去哪 那不见了 你真是神经病 你以为那些黑暴 真是这么有心去作战吗 这些真的请你吃莲子羹 没得投诉的 还有什么 记者跟你拍摄吗 有律师吗 没有的 见盐罗黄 快点去 有什么事 哪里傻 神经病 又说有什么引导性的问题 即是会不会出现组织志愿军 籌集资金的所谓实际行动 记住 你说是否引导到 或者叫煽动到一班人去做 那当然是不可能 你当得淡笑 那怎么也好 那说这些问题 会不会是违反港区国安法呢 内容相近的报导 也有在大公报登出来的了 那我们看回这件事了 如果这个癫佬钟建华 你这么不like这些媒体抹黑你 选人选地也好 或者大公报也好 什么都好 或者甚至乎其他的蓝营的意见领袖 都参加这件事出来吐爆你 那如果你的那个问卷的内容 你觉得自己是行得正 站得正的话 那你可以不用开记者招待会 你只是摆出你这些问卷的内容 那就可以了 是吧 因为你如果真的叫做开记招的时候 就讲那个的意见和那个结果 那在那个民意调查的结果里面 得出你们的看法 那你可以照说出来 是不是 我假设你不讲你的看法是什么 你只是光明正大 拿回你的那个问卷出来 就是你不怕自己会违反港区国安法 或者不怕自己会触犯任何法例 那你怕什么公开你自己这个问卷呢 如果你公开出来的话 他们那些所谓的叫做老作 你说这份草稿就是老作那些 那就是帮他们啪啪打脸 是不是 他抹黑你的 抹到那么黑了 那你自己拿出来的话 一来可以帮自己洗白 二来又可以向他们打脸 一箭双丢 为什么你不拿出来 还要整个记者会取消它 你取消它其实也可以 只不过你给人的感觉好像不见得到阳光 当然 你说他抹黑你 你说我一定要澄清的 不澄清不行的 那如果他们抹到你那么黑的话 那你的问卷有什么不方便拿出来给大家看呢 我都真的不太明白 那跟着这个癫佬钟建华又在说 麦小强又说自己很惨 又说选举期间就是立法会 都很多次受到亲中的传媒攻击 例如说他们那个有关于立法会选举的民意调查 有涉嫌鼓吹头拍票或者废票 可能是违反了相关的选举条例的 那白韵六的时候记住 是不点名表示 不排除采取执法行动 没有开宗名义 说是你们香港文言的 是不是 那他说虽然有那么多的打压 那么多的打击 都没有取消过他们的记者会 他说我 不过也有承认 来自各方的压力 那你都会说 每次打压你 压到扁杀那种 你的癫佬都会继续出来开记招 为什么呢 无情百事 这次呢 又不会出来开的呢 或者一句都不说的呢 如果真的说到什么 疫情那么严峻 等等等等 那你还搞什么东西 很难呢 是不是 这个瘋子 那他又有解释的 我们试试听一听 他说 严重涉及到偽造文件 实际乎捏造一些东西 所以就去报警 他说觉得 没有讨论空间 那什么叫讨论空间 你究竟要去找哪个发这篇东西出来呢 究竟报警之后 警方将这件事列为什么呢 警方列为什么呢 都很值得去了解 和市民要知道的 如果可能呢 警方会给你一张白卡 会写着你 哪年哪月哪日 案件编号什么什么 这件报案的属性是什么的 如果那些什么 家附近人打麻将 什么噪音投诉 会写的 很简单几个字 因为很小的行 写不到什么 可能列为什么 投诉个案 那可能就算了 你说到报警 就不要以为 一定会去起诉 或者会 抓到人 或者可能写着 斗婚 那就没有了 那究竟你报警 警方有什么 我都很想知道 你两个瘋子 可不可以说多一点点 你好像报了警 不怕自己报警 你走得正 才去报警 但是警方受不受理 以及以一个什么态度 回复你 我觉得是相当之重要 不要以为 报警一定是有错 一定是被冤枉的 当然那些 人一黄老 那些 不理那么多 三七二十一 都撑上去 打压他 他说那些媒体 你们不用验证一下吗 收到这些东西 又说我们香港文言 那样 你们都叫做媒体 报纸也好 记者也好 什么都好 拿着这个这样来 带做文章 有没有搞错 你们连哪个 写这份草稿都不知道 是吗 真是笑爆嘴 他说有些亲中的媒体 都有联络过他们 也有引述自己的报道里面 他说这些就像做戏一样 就是留下的电邮 然后就说 没有人回覆 到时媒体就可以说 我们查考过了 不过就没有人回覆 在我们截稿之前 有这样的说话 都有机会出现 搞笑 又说国际城市来说 应该有空间 去讨论这个俄乌的问题 没有说不可以 是不是 所以你照样都可以说 是不是 骂这些媒体 是倒国家买 另外他们这个叫做 我们香港人计划里面的顾问之一 其实有份搞这个 我们香港人计划 有些人已经是 离开了香港 搞了一个苏州K 又说不如这样 我们专门做一些 给我们香港人看的 民意调查 可以坏地说一句 日后有什么课金 众筹都方便一点 是不是 很搞笑 其中一个顾问 就说 认为以国安法指控他们 企图威胁 有一个恐吓的效果 如果你们这班人 那个民意调查 就是关于今次 俄乌这件事 如果那个内容 是跟现在所传出来 那份的 差很远的 那你就拿出来 是不是 还自己清白 那就 证明得到 这份东西是冤枉你的 这份不知什么东西 来冤枉你的时候 还冤枉你 港区国安法 你说看 多不同 我们写的东西 多正老 还说我们违反港区国安法 如果你让我觉得 你这件事 很新有K 可能 这个草稿 和你们所问的问题 很像那一只 就算我假设 是假的话 也有很大机会 是很逼真 或者很近似 等于那个补习天王 柠檬茶和冻檸茶之分 他说 今次用所谓的国安致命 恐吓我们 即是用国家安全 又说要报警 等等等等 就是吓我们香港文言 非常之悲劣 如果你不是 这份草稿的内容 那用不怕有什么恐吓呢 你摊出来给人看看 你里面的东西 有没有哪些 是违反港区国安法 你又不敢摊出来 所以不知大家怎么看 又说什么香港人 都是世界公民的一部分 这个网上民意调查 希望大家香港人 对于国际时事 看看有多关心 希望了解一下受访者 有没有关心这个叫做 俄乌战争 其实大部分香港市民 都不想见到这些 战争的发生 或多或少 对自己生活都有影响 再者 都不希望见到这些叫生灵涂炭的场面 始终战争来说 最大受伤的一定是平民百姓 那怎么也好 他们这件事 我觉得应该 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阳光底下 接受到大家 去看你这份问卷究竟是问什么的 你说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清白的 你们识我的 如果你这份东西走得正奇得正 我觉得有什么怕公开给大家看呢 不公开可以吗 有什么神秘呢 不如叫神秘民意调查好不好 那好了 今天的问题 我们一起可以思考一下 或者留言一起谈谈谈谈谈 今次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